那我们真正学会了 大臣叫他讲会吗 这个话的意思深长无奇 会了 如果是真的会了 你现在就合在阿弥陀中 换句话是 现在你已经合在基督徒世界 基督徒世界在哪里 就在这里 你已经把当前的环境 转变成基督徒的环境 也就是虽然你在地球上 连入到极乐世界去 你在地球上已经是跟在极乐世界的心情一样 真的一样吗 真一样 为什么 因为你已经没有妄想分别执着 换一句话说 你已经六根在六层经线上 不起心不动念 不分别不执着 你跟基督徒世界有什么样样 一样了 一齐心动念就不一样了 一分别执着 那差别更大了 诸佛如来 法身菩萨 无论硬化在什么地方 他绝对不会齐心动念 齐心动念上千万有 哪来的分别之处 所以 他诸佛世界 也真发解 他的境界什么 他的境界长期光 真正的 去如 波尔法门 这个一点不行 这个就是 中国大臣所谓的 大臣大吾 明心见心 在中国 像禅宗六祖会能大死 他开悟之后 他就住这个境界 我们一般凡夫不知道 你怎么看 看不出来 可是你细心看 你能看出 夜庄 就是看他很自在 你能看出 他的清净 平等 慈悲 你细心观察 他都不会放在心上 他心里面干干净净 一尘不染 那 行 与长期光 相应 行 生活行为 与业切大众 活光 同尘 你看不出 痕迹都看不出 跟一切人 都相遇 真正做到 如火之之 这入了境界了 不入境界 他有知足 他有分别 他有烦恼 产生之马 也就是 他有产生之马 也就是他有产生之马 是